据媒体报道,经确认,警方将涉嫌非法拍摄的歌手郑俊英和涉嫌性交易介绍的盛利等人参与的CocoTalk团体房中,被称作警察总长的证人尹总景,转换为嫌疑人进行立案。 当时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尹总景通过曾一起工作过的江南警察署经济组的警察,了解了该事件。 警方对进入该过程的两名现任警察也已泄露公务秘密的嫌疑立案。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